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妍姐 我的余生 就交给你了 你可千万不能把我抛下了 我答应你 以后我再也不会逃跑了 就算要跑 我会带着你 每天笑我跌跌撞住 害怕着怕那 见到你之后又开始说苦话 我们回去吧 把事情跟爷爷都坦白了 我要光明正大地跟你在一起 让我无法自拔爱上你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一起面对 你应许偷走我的心 我 我该怎样 怎么也冷静 有我对你 我不爱你 怎么样才能打动你的心 我 是爱情啊 让我对你一见有钟情 我 是爱情啊 就连自然也 也释不清 我 我 就算其自然的爱上你 就这样深夜深夜的爱上你 搞不懂的真心 你还可以 爷爷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等我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 结束上一段感情最好的方式 就是开始心的感情 至于是个不错的姑娘 也是非常适合的人选 你们也有感情基础 可以重新开始 而且 персонаж 天一正在和我们公司做 城关商业区的开发 刚好 你们俩可以强强联手啊 可是感情又不是开关 您说开就开 您说关就关的呀 一个成功的商人 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情绪 当初让我跟他分开的也是 现在让我跟他好的又是 您不觉得很可笑吗 此一时彼一时 我有我的布局 所以我们都是您的棋子 温董 我单独和温总聊几句 我有话想跟你说 说吧 你又想干吗 赚钱 什么意思 我把温良业在天一的股份都收够了 现在是最大的股东 作为新兴的地产公司 需要温室的品牌加持 这只是一个合作 仅此而已 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那我为什么要帮你 是我帮你 只要你跟我出席一天的商业活动 我就会去跟温董说 我对你没兴趣了 如何 特意给你做的 你看你最近瘦得跟我似的 小小姐 依我的经验 你不会是有了吧 你又有经验啊 那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呀 你还是少看一点电视剧吧 别被电视剧给带跑片了 我可能是吃坏肚子吧 吃坏肚子呀 吃坏什么肚子呀 你这会儿明天帮你约走愿啊 你这得好好查一查 不用那么麻烦了 不行啊 一定是靳晨回来了 快快快快 我给您盛饭啊 你回来了 就跟我说 不过 我说了吗 我都还没机会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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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开口 我还让我跟叶芷余合作 还还让我跟他培养感情 我还不开口 我还可以跟她培养感情 多三折的呢 月月 你放心 这一次呢 无论如何 我都会跟爷爷说明白 就算被逐出闻事 我也在所不惜 没关系 就算被逐出闻事 咱们不还有名餐厅吗 欢迎你来吃点饭啊 你不说我都给忘了 我们家月月可是老板娘啊 对啊 我养你 你确定能养的钱 必须的 哎呀 小月姐 要是靠你来养家 我估计 我早就要下岗了 哇 你不要瞧不起我好吗 我可是 要把名餐厅做大做强 走向辉煌的超级无敌漂亮 老板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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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饭吧 你尝尝这个 过于走的 温总 袁塞亚小姐的出镜情况不明 但我们调查到 她出镜前 她们曾去过医院 医院 是 袁塞小姐她怀孕了 给我个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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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这个人特别没有用 你俩怎么认识他 这就是我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可以啊 年纪轻轻的空手套白狼的功夫都是有一套 温先生 这是商机 您是做投资的 不会连钱都不想赚吧 你很喜欢钱吗 倒也不是 我只是喜欢